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给您做出最专业的回答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本期节目都给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近日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精确放疗技术分会 吉林省核学会医学放射物理分会 长春市医学会主办 长春肿瘤医院承办的 长春肿瘤医院第二届精确放疗高峰论坛 即精确放疗工程物理技术培训班 东北地区街拍仪式在长春举行 这次峰会呢得到了国家进防协会的大力支持 而且请到了呢我们国家进防协会的主委 副主委二十几位专家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第二届的精方协会的一个高峰论坛 国家界的专家会在论坛上 把国内外最新的动向 放疗的趋势和治疗的新疗法进行介绍 今天下午和明天一天 我们要搞一个首届的东北地区的物理师的培训班 因为物理师是放疗工程当中最重要一个环节 体现的是精确精准 据悉目前我国各类肿瘤患者中 约60%以上会需要接受放射治疗 行业技术的发展以及放射治疗的安全 都对作为临床放疗医生与放射技术员之间 桥梁的放射物理师提出了优化方案提高技术 同时开展临床研究的岗位要求 我们这个放疗是 主要是医生和物理师和技师三大块 当然我们物理这块是物理设计 实际是计划设计 到最后实施 实际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因为射线是双硬件 它能杀死肿瘤 那么也可以杀正常细胞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提高杀肿瘤 把肿瘤器官让它尽量地避免 或者是让它能够耐受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工作 本次论坛水准高领域权 可谓是大咖云集 学者们分别围绕放射治疗物理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交治疗把去勾化及治疗策略 PETMR在放疗中的应用等 做出精彩的学术报告 为与会者提供了接轨 国际先进放射治疗技术和经验的机会 常规的放疗 它对病人的负反应比较大 因为肿瘤多少剂量 周围正常组织就多少剂量 这样的话 就是正常组织的耐受量 限制了肿瘤的剂量 那我们现在通过精准治疗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肿瘤的剂量达得特别高 但是周围正常组织 适量非常低 这样的话就使肿瘤得到非常好的控制 正常组织受损非常小 这样就能对病人的生存率 时辰质量都能达到保证 此次高峰论坛 来自东北地县市级医院的 约200名放疗医师 及工程物理技术人员 报名参加了培训课程 共同就肿瘤精准放射治疗 及肿瘤放射技术新进展等 当代肿瘤学前沿问题 进行了交流学习和讨论 对对来病人来说 一个人得病 那么已经给家庭的带来很大的灾难了 如果我们要做不好 那灾难更大了 那么就是我们尽量地要减轻病人的痛苦 那么我们有做的就是安全 让他能够就重要期望能够耐受的之后 又得到肿瘤杀的 就给他肿瘤杀死 这是我们成立这个 现在成立这个物理学习班的 最初的想法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里头规范 按照流程规范去把这个应务完成 为使吉林省患者在省内 就能享受到与北京一样的 肿瘤放射诊疗服务 长春肿瘤医院特签约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肿瘤诊疗中心主任 康敬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放射肿瘤科首席物理师毛凯 及其带领的肿瘤综合诊疗团队 签约后 北京放疗团队将会全年 在长春肿瘤医院出诊 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理念 技术和方案 带给吉林省患者 天约北京专家团队的同时 长春肿瘤医院 也在原有放疗设备基础之上 全新引进美国瓦里安 维头病直线加速器 由北京放疗专家团队领前 注重规范化治疗 强调个性化处理 实现肿瘤的确诊分期 把区勾化治疗计划 和放射治疗的个体化治疗 这台加速器上了以后 会极大的改善 我们要放疗病人过多 拥挤这个状态 而随着我们的发展 我们也计划 还有6到8台的设备 设备要投放 需要我们放疗团队 给我们大地的支持 而我们的精放协会这块 是全国精放的 一个大型的国家级的学友团体 我们的专家会不定期的 到我们来进行指导 进行会诊 在我们这领域里头 就是有一叫水吸收剂量 这个车辆 我们现在整个北方地区 还是在空气中 是转到水 如果水吸收剂量呢 它的误差是在1.5%以内 那我空气中的误差 可能要接近3% 那么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 从长春总能院 第一家开始这么做 后面的培训班 就把水吸收剂量的 推广到北方地区 精准治疗呢 也在向质子治疗方向发展 质子治疗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精准的 那么它是在我们光子治疗基础上 它是带电的这个例子 那么它呢就是 肿瘤的旁边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剂量 这样对正常组织呢 保护得更好 所以说质子治疗呢 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本次论坛 为肿瘤放疗医师们 搭建了一个启迪思维 交流经验 分享信息 促进合作的平台 必将对提升我国 肿瘤诊疗水平 促进肿瘤防治工作 及放射治疗技术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加这个会议呢 就是说看看它放疗这边 有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 能够给咱们提供更先进的设备 治疗这个肿瘤 因为我们一辈子从事这个 希望全国各地的放疗水平 特别是放射物理的水平 能够跟上一个台阶 能够为这样的那个培养物理师 宣传放射物理 做出贡献的 也是我们一辈子的工作 一辈子的追求 因为我们都是从事这个事业的 在东北地区 这个长城总流医院 虽然是一个民营医院 但是我觉得发展的 非常是规范 这种理念也是非常好 首先引进设备 引进人才 然后跟这个各大医院 包括这北京的这些专家 进行合作 所以这样的话 把它的发展依赖于 可以向精准化发展 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服务理念的基础上 然后再加上技术 加上人才 这样把医院整体的实力 都在提高 它放了加速器一台 病人太多了 不够了 又买一台最新的 美国经合的 WetBIM这个直线加速器 这样可以满足东北地区 除了疾病之外 实际上周边的地区的病人 都可以到这边来治疗 这样我们各有的提供了 更精确的 更精准的这种治疗手段 所以长总现在呢 有301的余昌海教授 张一鸣教授是胸外科 然后有李盛文教授 是泌尿外科 有马亦盖老师 是肿瘤内科 有放疗的康宁波老师 是放疗科 所以我们医院现在 形成了三级的专家网 一级是我们医院本身 培养了一批资深的专家 二级城呢 白旋一大的三个医院 都是我们协助医院 他们有专家 长期在我的初诊 然后我们现在北京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专家 运集在我这 是为了壮大我们的力量 同时也是我们的后背力量 所以三级专家团队的形成 会对麒麟省乃至肿瘤患者 会给予更好的 更多的 更精准的医疗服务 聚焦肿瘤放疗前沿 探索临床放疗专科发展之路 传递学术最新进展 探讨治疗最佳方案 王远阳表示 今后他们将不忘初心 谋划未来 共同携手为肿瘤诊疗防治事业的蓬勃发展 贡献力量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几天卫生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